今天我們又要來美食蹭飯了 今天蹭到北屯這邊 雖然想吃烤肉 但是也不用自己動手 所以我們到底來看看有什麼樣的項目 同時我們還是要由當地人 來介紹這裡的台中 真的很多人好奇 這次蹭飯蹭到我的鄰居來了 哎呀真的好 我發現你們台中有很多燒烤店 可是塔六跟烏馬特別有名 可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常常定位定不到 但是並不是說一定要吃烏馬還有塔六 因為這是知名的 可是除此之外呢 我們的好鄰居 竟然發覺還有像這樣子的店 順便介紹一下 這到底有什麼樣的好吃的呢 順便介紹一下 蹭飯蹭到我們鄰居 他叫Sean 是 各位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 跟這個好奇伯伯 一起來用餐 我也不曉得他們喜歡吃什麼 但很隨興 剛好那一天 大家一起去餐完以後 覺得說 大家有共同吃到喜歡吃肉 那吃肉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台中 最有名的就是燒烤跟火鍋 在台中 餐飲機也算是一級的戰區 尤其在市區 今天會帶兩位賢康力來 除了帶他們來嘗試一下美食之外 然後到家外來走一走 因為兩位都是從北部下來的 都是從那麼遠的美國回來 所以我們當然 敬這個壁足之宜好好招待一下 原來台中人真的是很熱情啊 包括我們住在這些都是好鄰居耶 真的很感謝你們 那今天我們一路上我們是走74號公路 它跟北京一樣耶 它就是很環繞的 好像就是一環二環的感覺喔 從我們七旗那邊繞著北屯 我們一路上看到你所謂的棒球場嗎 是棒球場 洲際棒球場 實際醫院 一路上你看到很多高樓大廈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中現在發展的非常的豐富 是沒錯 台中除了首都之外 現在目前已經晉級到第二大都會 因為它的人口數已經超越高雄 那現在目前台中有很多的高科技 也都進駐在台中 所以台中這幾年的發展是非常的迅速 所以就是適合我們這些退休人員來住 所謂的好山好水 那地點又好 所以沒有好無聊啦 對不會好無聊 好風景 沒有好風景喔 那我們沿路這樣走過來 我們可以發現 它現在的交通動線都非常好 現在台中的捷運線也已經開了 所以台中現在目前除了有74號快速道路 它可以銜接1號還有2號國道 那也可以繞台中一圈 所以對我們整個生活圈來講 可以說是一日生活圈 所以我帶他們來郊區逛一逛 也希望說他們是從美國回來的 可能對台灣 尤其台中不是很熟悉 那我講這麼多 最主要用意就是說 這麼好的優秀人才應該要來台中住 都被他們感動了 真的因為我才來這邊沒有幾個月 我就發現台中人真的太熱情了 我收不完的包裹 那個秘書啊都要打電話上來 像今天又收到一盒飯均芒果 待會一分不吃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所吃的餐廳 OKOK好 對我們今天點的是套餐 它是3999 還要加一層服務費 可是我們還有追加和牛的飯 沒有這個附在裡面的 喔沒有這個要另外再加錢 喔另外再加錢 他這個董事長 所以他們根本無在乎 這個多少錢不清楚 所以這個還要另外再加49塊 我剛剛嚐了一下 它這個和牛呢 它大概是BMS 就是和牛的油花 我覺得是區效大概是3到4左右 因為它的瘦肉還是比較多一點 不是很喜歡吃肥肉的人 欸這個剛剛好 蠻省的 對那它有一個彈心豬油拌飯 欸是 它那看起來就比較Plain 它要加39塊錢 效果也是很不錯的 不錯 選擇這一家的特色是什麼呢 特色就是因為它 離這個市區蠻遠的 離城不離遠 其實也不會很遠 剛剛你這樣開過來 其實還不到 大概十幾分鐘就到了 而且不會那麼用篩 對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而且餐廳它雖然不大 可是它實際上空間 跟它的用料 還有它這些牛肉 它的擺盤真的很美 對 應該這麼講 就CP值應該是我們喜歡的 就是我們退休的人 我們吃不了太多 可是這種東西剛好是迎合 我們剛剛好要吃的味道 對 那它這所提供的是 雙醬牛肉啊 五花牛 牛肋條 是 五花肉 干貝 也有海鮮 是 也有五葉乾 包括山藥 對 我覺得這個都很夠吃了耶 雞肉也都有 寫的是四人份 其實這五個人來吃都還夠了 台中它每次寫的什麼兩人份 其實是可以三個人吃 是 它只要寫三人份 拜託四個人吃 甚至你如果是帶小孩子來的話 五個人都綽綽有餘 沒錯 而且我發現你們台中不會強迫症耶 它不會強迫說你們有四個人 一定要點四人套餐 我覺得你們是一個很親和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點了這個四人套餐 其實這個份量已經讓我們就覺得 物超所值 還有包括那個餅 那個餅脆度 海鮮餅 好好吃耶 真的嗎好吃齁 我們這家叫什麼啊 龍門 龍門普 龍門普 是在那個北屯的轉角這個地方 我想我們台灣最好的就是人情嘛 所以我想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我們都可以結交很多好朋友 那我們這次也因為透過雞眼 結交這兩位好朋友 真的非常熱心 你看這個店家跟我們又不認識 我們介紹這麼多 也是希望鵬莫所有全神 或是喜歡吃美食的人 有空可以多來嘗試台中的一些美食 因為我是在地人 我還是非常推薦台中 就這樣謝謝各位 今天借由我們的鄰居 這一餐婆婆趁旦又成功了 感謝你 我特別從台中拿幾粒芒果來孝敬浩清娘娘 浩清娘娘好吃嗎 特別好吃 我從來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芒果 吃下去那個喉嚨會回甘 真的好吃 被你講那麼好吃 真的 閃進深進海味的人 我們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很挑的人 對你嘴巴很挑回錯 我吃東西沒有好吃 如果我不會說很好吃 好那我們來開箱 好來開箱 我剛看一下盒子 這是彰化浦芯精蜜芒果 剛切了一下就發現 嗯好像還沒熟喔 我就懷疑說 是不是還要再過幾天再吃 沒想到我剛吃的 即使是沒有熟 它這個甜蜜蜜度 這個是我要強力推薦分享的 價位是不便宜 但是這種芒果香 是箱子一打開 還有切完之後 即使它旁邊都沒有熟 可是它每一口吃下去的 那種甜度 真的就跟蜜汁一樣很甜 我要謝謝美金姐 還送這麼好的芒果 給婆婆吃 謝謝 那我們就在這邊結尾囉 下回見拜拜